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硝本地瓶 安禄地瓶 飞落地瓶 贝落地瓶 那么就是说钙剂抗剂 那么钙剂抗剂它的主要副作用呢 一个是它是血管扣张 有的患者会出现像头痛 头胀 或者有的患者会出现心跳比较快 另外还可以有一些水肿 那么我们很多患者因为持力量剂以后出现水肿 因为水肿就诊 这也是可能是这个钙解抗剂的一个常用副作用 因为钙解抗剂还有一个副作用呢 就是牙龈增生 有牙龈增生 吃了以后像吃了消费电瓶 牙龈会增生的比较明显 这是它的主要副作用 那么还有像β受体组织剂 它的主要副作用呢 可能就是我们讲β勒克 是吧 比斯洛尔像这类药物吃了以后吸力会比较慢 所以我们从小剂量开始使用 那么还有一些RAS的药物 RAS的药物像像这个ACEI的 比如说像普利类的 普利类的 贝拉普利 雷米普利 这类药物呢 它的主要副作用呢就是 一个是出现高甲 血甲说明升高 另外容易出现咳嗽 咳嗽 很多人呢吃了这些药物啊 比如说肝咳 那么去咳嗽来就诊 实际上它的药物呢 实际上是药物引起来的 还有对于我们肾功能出现 省伤的一些患者 他会出现肾功能 好 谢谢大家 转发 谢谢大家 请 guests 请